近日各国疫情解封 艺人爱豆们又开始纷纷活动开演唱会 韩国天团SUPER JUNIOR视频开跑 新月将在台开场 2万门票3分钟秒杀 更传出黄牛逼主办单位 找5小时公开票价 引发网友不满 让真的喜欢的歌迷相当心碎 还好主办单位宣布在家一场 才稍稍安慰到粉丝的心 不过SJ的门票 目前已有一张喊到10万的高价 接日连着BREAKPINK 明年3月也将降临高雄 卖票方式分为4个阶段 粉丝们都抹拳插掌 但早在开卖前 网路上就出现黄牛代购图 让粉丝生怕抢不赢黄牛 8日开放早鸟预购 买到票的粉丝开心分享 更有网友表示YG发出消息 这次门票将以实名字的方式进行 会将买票者的名字印在票上 诺有发现黄牛票时 会将票收回重新贩售 让没有抢到票的粉丝都相当兴奋 除了韩团席卷台湾 半天后蔡英零12月31日起 一连6天将在小巨蛋开场 6.6万张门票6分钟快速玩售 让歌迷们直呼 是今年最难抢的门票之最 原价500元的门票喊到 7800最扯最贵的 竟然出现一张要卖13万 翻了20多倍的心境真的太夸张 粉丝也盼主办单位能尽快出来主持公道 让真的喜欢的粉丝可以轻松又开心的看演唱会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